我爸爸当时在这里毕业的,不知道这里以前是怎样的呢? 1951年,崇基学院由香港基督教教会代表所创办,到1956年搬入马尿水。 1963年,香港中文大学成立,崇基亦成为创校成员书院之一。 由创校之初的63名学生,发展到今天3000多名师生,学生人数日渐增多。 虽然崇基校园环境优美,占地广阔,可惜同学的室内活动空间严重不足,学院设施未能够配合学生的需要和发展。 在1960年,校园大部分教学都是1950和1960年代建筑。 虽然保养做得很好,但其实都是时间,需要计划,如何重建。 崇基校园是需要给同学更好的学习和活动的空间和机会。 我父亲被复和在1960和1970年代曾经担任崇基校董。 而且是1970年初当校董会的主席。 刚好崇基计划建筑学生的发展综合大陆。 四个姐姐都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。 因为我们一家人和崇基的渊源, 相信爸爸妈妈都会很支持这个构思。 而且可以帮助崇基培养学生成为出色的人才, 为未来的社会做出贡献。 为了与时并进,经过多番的考虑和可行性探渡之后, 学院制定了校园托展计划, 将教职员宿舍B座和G座改建为双子楼式的崇基学生发展综合大楼。 大楼包括了約2万尺的学生发展中心低座和多功能大楼高座。 设施包括迷理剧院、熟会室, 促进同学身心灵健康的活动空间等等。 希望成为同学的聚焦点。 天台亦都会设有空中花圆, 让师生和校友烧虾或者聚会促进游宜。 大楼提供更完善的学习和活动空间, 希望促进学生多元发展和给同学发挥潜能。 新建的崇基学生发展综合大楼将于2021年崇基创校70周年落成。 单靠崇基学院的力量是不足够的, 同学的未来亦都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, 才可以令到我们下一代有更好的成长和学习环境。 建设校园, 让同学尽显才华。 崇基是我母校, 我一定支持。 崇基是我母校, 我一定支持。 我一定支持。 支持崇基。 培育优秀人才。 支持崇基, 培育社会动良, 建设校园。 让同学尽显才华。 共建崇基的未来, 由你我开始。 共建崇基的未来, 又怎样少得你。 我大学校后, 一定要入崇基读书。